爱情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 4月17日在北京举行盛大首映 导演薛小璐携主演吴秀波、汤唯、秦佩、慧英红出席助阵 活动当天,吴秀波以丸子头造型是人帅气依旧 但在昨天北京电影节开幕红毯上 吴秀波却是黑色巫婆帽 黑色帽子棉麻材质的宽衣宽裤 有点霍格沃兹的fail 这也让粉丝对于波束的造型大为吐槽 而在活动当天,被问及北京电影节开幕红毯上的帽子造型 吴秀波也是做出了回应 因为我一上午就在火车上 所以到了那边,这个头梳起来还蛮麻烦的 实在来不及 然后我其实挺喜欢那种破帽遮掩过救式的感觉 心里安全一些 在一个那么大的电影节 我总觉得我就是一个播客 所以最好戴个帽子 在这儿,这应该算是家里请客吃饭吧 这都是看过电影的人 所以怎么也应该有点处人的样子 好的,那他们也解释一下今天为什么带帽子 他红啊 他们也对于昨天搭档的那个造型,您什么评价 那在昨天那个吴老师的造型,您怎么评价 让我眼前一亮,我觉得他有太多的可能性 看着他不同的造型,就想着他在戏中可能出现了不同的性格角色 我其实平常生活里比那个还要邋遢一些 同样是造型备受关注的还有孕妈妈汤维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汤维身穿黑裙 且搭配了平底休闲鞋 看来怀孕后的汤维果然是做了全面保护 我觉得我都快成熊猫猫了,反正的感觉 但其实我因为本身就是一个爱运动也挺大浪烈烈的人 所以基本上所有人都是在后边追着跑 我总是走得最快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就好像演戏,就好像生活这么每一件事 都是我们在经历着 然后都成为我们的一个财富 谢谢 据悉,北京遇上西雅图之博尔情书 将于4月29日上映 酷六娱乐北京报道